说起张曼玉,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张曼玉是一位时光里的经典美女 一开始张曼玉因为长得漂亮被大家称为是花瓶 后来张曼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拿下了影后 之后也是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张曼玉的人缘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多巨星都跟她是好朋友 但是她也有一个看不惯的人 偏偏这个人也是影后,那就是张子怡 张曼玉曾公开表示就算是给自己再多的钱 我也无法再和张子怡合作 那人的恩怨从何说起呢? 张曼玉出道是要早于张子怡的 张曼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 而且她本身获得的荣誉可以说是许多艺人一生都无法达到的 各种电影节的影后荣誉几乎都被张曼玉收入囊中 而张子怡出道的时候其实张曼玉已经很火了 而且张子怡走的也是国际女星的路线 之后两个人慢慢有了合作 可是合作过程并不愉快 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电影是英雄 当时张曼玉作为女一号张子怡作为女二号 可是不知道张子怡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 硬生生的从张曼玉那里抢走大量的戏份 让张曼玉感觉非常不舒服 之后张曼玉就在心里种下一颗讨厌的种子 而之后两人再次合作电影2046 这部戏张子怡直接把主角抢了过来 这部戏原定的女主角是张曼玉 可是拍摄完了电影也上映了 看到最后却发现张曼玉的戏份被删的差不多了 而张子怡已跃成了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而张子怡也没让张曼玉失望 第三次抢下了张曼玉的主角位置 2005年上映的《一集回忆录》 原定女主角是张曼玉 可是最后却不知为何又换成了张子怡 之后有一位记者就问张曼玉有什么意见给张子怡 张曼玉就说我和她不是一个年代的艺人 此话说是不过三 张子怡连续三次抢了张曼玉的角色 这也让张曼玉终于爆发 之后两人就再无回作 从此变成路人 在2013年的时候金马奖颁奖仪式到了张子怡的时候 张曼玉死活不愿意给她颁奖 柳德华打圆场也没有用 甚至最后张曼玉直接走下了台 真的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给张子怡留 对于娱乐圈大多数人选择隐忍的情况 张曼玉可以说是很刚冷 毕竟尼菩萨上有三分土性 张子怡一次又一次的抢张曼玉的饭碗 相信这种事情放到谁身上 可能都无法忍受吧 张曼玉死活不愿意给你 张曼玉死活不愿意给你